中超联赛在世界杯结束后已经进行了四轮联赛的较量,而广州恒达在这些机会来后的表现更是令人惊艳, 这三场比赛狂进12球,没有丢球,这样的表现也帮助球队牢牢跟进击分版的第一集团,而在第15轮的比赛中,广州恒达3比0客场大胜天津太大,球队保利尼奥成为绝对大腿,他不仅打交两球,在比赛中的作用足以证明他有多少值,保利尼奥在球队中既冲当中场防守核心,又能承担进攻的重任, 在比赛第25分钟的时候,他就展现了自己宽阔的防守覆盖范围,天津太大在前场的一次进攻中,保利尼奥积极回防到禁区前沿,并交准时机直接完成抢断,这个精彩的抢断让广州恒达,得以直接扼杀对手的进攻,并迅速发起反击,除此之外,保利尼奥的存在,还带给了对手巨大的防守压力, 只要保利尼奥拿球,对手总是不惜用一切手段去阻止他的进攻,在比赛第78分钟的时候,保利尼奥在中场附近拿球,天津太大以胸很健常的防守型小将高加润,就用一次等他的动作将保利尼奥放倒,虽然保利尼奥已经将球传了出去,但还是没有躲开对手的犯规, 在比赛最后阶段,保利尼奥还展现了他出色的传球助攻能力,这似乎也是他在巴赛罗奈踢球期间得到的珍传,这是比赛第91分钟的时候,保利尼奥先是卡住位置,将球分给套上的高拉特,随后他又快速突入进区,吸引对方的门将和后卫之后,送出一记漂亮的横传球, 帮助高拉特打空门得手,这个主攻堪称完美,从上面三个镜头可以看到,保利尼奥的回归,对于广州恒大的帮助是全方面的,当然,他的进球也不可顾示,比赛中他的两个进球迹经四座,也成为这场比赛获胜的最大功臣,保利尼奥回归恒大后三场比赛,已经打进了三球,开比一名前锋的进球效率, 不得不说,精进业业的保利尼奥,就是中超最敬业的超级好玩员,老求中超求平